走進屋內滿地的菜葉 地上滿滿的泥土還有雜物 房子到處都是兔子 而且沒有被關在籠子內 放不來 那現在凡之城77隻 你環境怎麼變這樣 你怎麼辦 我不知道 屋主就是61歲的老翁 他養了一窩的兔子 不過環境相當髒亂 屋內飄出的氣味 也讓鄰居相當困擾 經過多次協調 在桃園市環保局的介入之下 兔子將被盡興安置 兩年前我們也幫忙處理過一次 但是他就 零百零八 偷偷的留了兩隻 我們沒留意 結果現在又蔓延 老翁在這裡住了三十多年 幾年前太太癌症過世之後 他就在家中養了一百多隻的兔子 二零九年總計有一百六十四隻 兔子大多被安置 沒想到現在又繁葉到超過八十隻 不只造成環境髒亂 也引起鄰居抱怨 人類長期住在厘頭 也有衛生上的疑慮 他自己基於 個人基於情感的一個部分 就對這些兔子比較有愛心 那當場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飼養的環境 其實並不是太恰當 東保局已經將兔子進行安置 部分也會被送到學校 老翁愛養兔子 不過數量太過驚人 社會局也會派員進行關懷 接下來還會有志工 來幫忙打掃環境 近新聞楊仲強 楊仁頓張景函採訪報導 請問請問 請問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